接下来我们进行咨询及答复 第一位我们请陈东温议员 好,谢谢主席 市长好 市长 本席在这里代表党团 这个公开谴责 李莱希 小灯泡的这个言论 本党团认为不应该在 这个社会的悲剧事件 拿来当政治斗争的这个工具 市长你在你的脸书上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请李莱希道歉的言论 你要不要在这个公开的场合 也请李莱希再次道歉 其实政治上一定会有对立 但是在对立当中不用这样失去人性 所以老实讲这种是非对错太明显了 这个一定会被整个台湾社会 所以你也希望他要道歉 这一定会被整个台湾社会谴责 这实在是stupid 我们党团也跟这个市长的这个道歉的立场 很相像 我们觉得这个言论不好 然后也应该要道歉 市长 问你一个今天你这个防疫的问题 先肯定你这政治来的这个防疫的这个作为 包含的这个振兴纾 那在这里今天 市长今天你逆时钟了吗 这个是这个网路上面 说你是这个逆时钟专家 但是替你报个区 什么叫逆时钟专家 这个酒店捷径 中央要你决定 艺文展馆 这个开放 文化部来决定 市长你刚刚有提到 这个我们大型场馆 包含我们国务团 在礼拜六 要展演的这个 梅花座实名制的这个展演 被中央打断 那你们还在沟通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是卫物部跟文化部的横向沟通 有问题的 所以是啦 那你这个政策 这个所有大型的展馆 包含了我们这个学校的部分 这个政策 你是要顺时钟 还是要逆时钟 没有啊这个 大方向 原则上 其实我跟你讲 陈时钟还是医疗专业人员 所以他在医疗上他也不会 所以你今天要不要逆时钟一下 不是他的命令也不会太离谱 可是问题是现在目前中央的横向沟通 他们自己要去解决 不能说 陈时钟说这个要开放 可以开放 文化部跟他打枪说不可以 那问题是那两厅院是文化部管的 又不是台北市管的 所以我们台北市就被打枪 那大型场馆在我们台北市自己管 那个市长你可不可以 这个逆时钟一下开放一下 让我们自己的 这个文化团体啊 或是国乐团或是体育团体 可以表演振兴一下经济 我们自己的场馆 台北市政府管的 本来就在今天就开放了 我刚才讲过 就已经开放了 只要戴口罩 50名字 没花做10名字就开放了 市长 你刚刚提到振兴经济 本期提供一个台北卡的这个优惠给你参考 这台北卡是我们台北市的台北卡 那很少人在用 其实本期建议啦 你用台北卡 跟各个厂家做优惠 持台北卡去消费的人呢 就跟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你的这个提前部署 消费振兴提前部署 他可以有折扣 可以几点 然后呢 让这个 不只你刚刚说 这个要振兴经济 然后呢 要促进 这个消费 用台北卡的这个部分 市长你能不能评估看看 这个要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台北卡 7月1号要上线了你知道吗 这个有时候有点惩愧 因为我们还是要时间了 所以有时候 就是 没有追上去 所以我们也会想办法 考量一下啦 用台北卡吃台北卡的人 去台北市的商圈消费 给他一点折扣 给他一点几点 除了振兴之外 还能够促进消费 可以走吗 这些人 接下来请方志兵议员 好 市长 我想啊 随着这个疫情的一个趋缓 我们看得出来 在中央跟地方上 怎么样缓解 其实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以及中间呢 向中央跟地方踢皮球 踢来踢去 我刚刚很仔细的在聆听 您刚刚讲了 在二十月的地方 你讲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原则 怎么样处理缓解的步骤 这里面呢 中央管中央的部分 我地方管我的相关的 这个场馆 由我们来议定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说半天说这么多 最近被讨论的一个很具体的 酒店到底你要不要开饭 是中央决定 还是由你地方决定 大家都不愿意扛折 就像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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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纯粹科学的知识 KTV可以唱 酒店不能开 这是没道理 但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会在每个礼拜 这里面去宣布 所以 所以也包括酒店的宣布吗 会啦 所以是由你地方上的首长 市长来宣布 我倒觉得这样 还是你还在等陈时中 我等他一个时间 他不宣布我还就会宣布 好 你等他一个时间 给他一个什么期限 多久 这个就是 多久 这个是这样 多久 这个是这样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宣布下礼拜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正在考虑5月25号 我们第二波要开放 哪些东西 我平良心讲 我们不是做职业歧视 夜店 卡拉OK 歌舞 升平 所在多有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是针对酒店 有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歧视 另外 我也要特别 针对我们的基层公务人员 来对中央抗议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纾困 疫情呢 这个防疫很在 但是纾困很烂 降帅无能 累死小兵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这一次呢 明明说好的 中央审核地方无责 现在变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变成地方审核 中央无责 这个小公务员 钱的事情 你要他来审核 然后你要他来扛折 像话吗 所以在这边 时间暂停 我要把 我们这个地方的中央人员 哪有那些小孩 跟新核 他就像什么 所以我们的 你会剃球 其实我们七公所都会尽量处理 真的很有意义的才会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忙的还是帮忙掉 我不会全部推给中央 市长 我希望你拿出你自己的价值 另外剩下25秒 我在这边呢代表我个人 公开谴责 练台声 昨天是这个六位 他们的这个公计 牺牲了 因为这次KTV大伙 牺牲了这六位的公计 到现在 连这样子的一个高级场合 电台声都没有出现 我们台北市言之早早要替我们的这六位家属 以及牺牲的人 接下来请阮昭雄议员 好 黄建议 那个 副委员 权益问题 把市长的麦克风开得大 不然他现在在讲话都讲得很小声 刚刚是时间到所以麦克风关掉 对记者在发问的时候 他就很大声 对我们议会在咨询 他都讲得很听不懂 好不好 谢谢 接下来请阮昭雄议员 市长依照你的专业啦 大概我们 台湾国内的武汉肺炎 大概会到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会比较趋缓一点 大家已经趋缓了 您确诊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恢复比较相对正常的生活 你的预判 我跟你讲 不要幻想完全正常 要思考跟疫情并存 这是新战略 因为即使疫苗发明 全世界人口要打一轮 我觉得不可能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消灭掉天花 人到现在为止小麻痹都还没办法 所以要等疫苗出来 即使疫苗出来也没办法很快 跟流感一样嘛 现在也是 目前为止也是很难跟绝嘛 不是 都专业啦 小儿麻痹有很明确的疫苗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全部消灭 所以这个新战略 要跟疫情变准 这些病毒共存是我们未来的新的生活形态 对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是比较趋缓 趋缓之后 后面你提到的这些纾困啊 复兴的状案啊 大家都很期待 那这边有特别提到哦 你在简茂里面的第二十三页 减租 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于一些摊商啊 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讲哦 是比较有感的 你说要减租这个五十趴嘛 那有可能再延到 延到八月 并六个月 听起来利益良好 但是我们就很怕有遗租之汗 上次直学的时候 特别跟市长做说明 我们的花木市场 现在看起来 哎 千花块啦 这个会补助一千多块啦 不到五成啦 只有九点五趴 就达九五折啦 请听我 哎呀没有出力 这个你也回答 先跟益作这边大概做个报告 就是整个纾困的在台北市 大概就是一个统一的做法 就是呢 有缴租金给市政府的都三到五月 都达百分之五十 那么上次已经跟益作 大概初步说明过 因为就是 我跟花木公司收百分之十 那他十交给我 那我达百分之五十五折 所以他五趴回去 那他就讲将这五趴的部分 针对 这五个清楚 你也跟我说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部分是市政府 对于这个业者的纾困 同样的呢 这个呢 市长处在这边呢 有请花木公司 公司对业者的纾困又是什么 所以呢 有两个 有两个层面的部分 不是啊 这是我们制度设计的问题嘛 我现在讲说 实质拿到纾困的这些民众 是 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 他到底有没有相对剥夺感 为什么这菜机啊 这团圈的资金 是打五折 我这个是打九五折 就那么简单 结果论 对不对 你跟我讲一段是你们解释的问题啊 那为什么当时你们的设计要变成这样子 不公平嘛 不公平啊 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是跟市政府去租这个摊位嘛 对我说我逻辑很清楚啊 就是那么明白 为什么别人打九五折 他们就是九五折 就一句话而已嘛 市长这有办法解决吗 这样好了 因为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案例 我知道 你也曾提过第二次了 这样我们回去专案来讨论 看一个 讲一个大家都可以福气的一个数字 市长给您做说明 现在有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了 就从他们原本的所谓的回馈金 因为回馈就要给 本来要给他们的哦 就本来就是他们的钱 现在提早给他们 而且给一次性给五千块 喂市长 不是习干呢 要给你拜托 要给 aquesta 起雄 要给那么一点点钱 如果真的要做纾困 让都要有诚意一点 我觉得这个利益良好 老师不要逾猪置漩 所以拜托市长 是不是也让 这个府集成吉的长官 来协助 市长署 就是新术 每天要面对那么多 市场的 大大小小事情 但是光乎人民的事情 总算是要做到嘛 市长署来好不好 ін市长的 可以有一個結論 對媒體說看我有沒有戴口罩 就知道疫情的發展如何 那你今天沒戴口罩 你是否暗示我們這個口罩政策 在台北市的部分有所轉變 因為嘉義縣也做出一些口罩送保的措施 你今天沒戴口罩 是不是暗示會做改變 大概是這樣 室內不特定人多還是戴的 像我為什麼不戴 因為我1.5公尺以內沒有戴 那這樣子算不算人多 這樣人多人少 大概有200個算人多人少 這個是這樣 室內人都不特定 所以如果你沒有懷疑李明賢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戴了 如果你認為他是安全 所以我們這樣距離 假設我講話我可以不用戴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你要懷疑你旁邊那個安全不安全 我們每天走進來都很安全 所以你看我坐公車的時候有戴 為什麼 因為公車你不曉得是誰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們在辦公室或家裡 其實我在辦公室我沒有戴口罩 那是不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在辦公室裡面的 是不是就可以開始鬆綁口罩 所以我覺得因為您是一個市長 然後又是一個醫學專家 你的這個動作 坦白講會有一個示範效果 所以說你今天沒有戴口罩 會不會讓大家有一個口罩鬆綁的聯想 對我跟你講人都不確定 用人都不確定室內這個要戴 其他是可以開始放鬆 好再來還是接著問這個八大行業 澎湖也開始開放了 那我們也接到很多的陳情 那很多的都是相關從業人員 因為包含連中盤都 餐飲的中盤都受到影響 這個部分我倒是建議你不要去看中央 因為中央不會告訴你答案 中央就是要你自己去扛這個責任 自己去扛這個發布的責任 你是不是有一個做一個有魄力的市長 做一個有領頭羊責任感的市長 打些行業該開該關 你是不是在這邊就清楚的說明白 相關的八大行業 酒店舞廳台北市什麼時候解禁 這樣好了我跟你講 我本來還是5月18 他沒有在5月18那一坡裡面 5月18 是不是就5月18 不是我本來5月18有發函 就說要開放第一批 其實我們有發函給中央 但是我覺得那個就是不合理 中央就不想理你 其實他也知道他講的那個標準不可能 社交距離還有戴口罩 還有隔板 所以這不合理 所以你要不要做個決定 做個宣布 但是這樣我也是先給他一個公文說 你這個不合理我覺得不可能執行 民眾等不到大家公文往公文去 你發公文大家也不知道進度如何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不要在那邊討論 你們私底下再去討論 該怎麼樣我覺得就怎麼樣做 好不好 其實民間也有對策方式 也是有去其他的場所繼續喝酒 那隱居在藏在暗處不如公開管理 因為我們比較困擾的是 昨天部長又說他要地方政府監督 所以我們要問說怎麼樣監督 好OK 最後一件那個錢貴相關離難者 昨天有一些儀式 但是我們看到經營者並沒有到場去關懷 我覺得市長在這個部分 你要不要給經營者一些壓力 好這個我也 我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這個我想是這樣 再來 接下來請請為主議員 市長 今天早上我在電視上看到交通部次長說 防疫的時候大家順時鐘 現在解封了就要逆時鐘 一點一點的把它開放回去 你是不是贊成全民現在要開始逆時鐘開放 開放本來就要開放 也是順時鐘開放 要順時鐘開放 第二個 你沒有戴口罩 然後你身邊的官員都有戴口罩 那是不是你現在公開宣示 台北市將來在室內的政策 就是有適當的距離 可以不戴口罩 我剛才講過 室內人都不確定才要戴口罩 所以如果你室內人都是確定的 坦白講可以不用戴 如果 還有一點是這樣 反而是有病人自己要戴口罩 你有感冒 有流鼻水 你不要害人家 所以如果你是同一個辦公室內 所以為什麼說 信任的人 如果說李明賢沒有問題 那張志剛就不用戴 意思就是這樣 好 但是他要有良心 他要有發燒有感冒 他自己趕快戴上去 好 這個原則就是室內人多要戴口罩 不確定 室內人多不確定 不確定就戴口罩 否則室內可以不戴口罩 對 第二個 室外 像澎湖嘉義 都已經公開宣布 室外 戶外 可以通通不戴口罩 你是不是也可以宣布 室外是這樣 其實如果 如果不確定的話 我就不敢講 比方說你去風險去 一大堆人 距離很難控制 所以這個跟距離有關 所以老實講 這個風險變成 透過教育讓老百姓自己可以 你不要解釋這麼多 我只有四分鐘 你解釋這麼多 你的政策是什麼 這個是這樣 這個叫 I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所以室外還是要戴口罩 還是室外可以自由選擇 可戴可不戴 慢慢的 人民要有能力自己去判斷危險 所以如果你室外 只有你一個人 當然不用戴 室外如果很擁擠 都是你不認識的 我勸你還是戴上去 好 我昨天看到 有一位作家叫苦林 他在報紙上說 他覺得他要逆時鐘 因為八大行業 由中央宣布下令關閉 那應該由中央宣布解封 不能夠把責任推給地方 你是否同意 這個就是政治上他們現在 這個常叫做道德歧視 我們都曉得 所以一開始要關的時候 我是不贊成 我知道這關了以後很難開的 他已經有四個標準叫你台北市自行決定是否開放 按照苦林的建議 我覺得非常好 他說 你說如果戴口罩 如果說是這個酒廊 大家就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呢 坐在那邊喝酒 可以嗎 沒有啦 那個就不切實際 如果這樣反昔酒廊幹什麼 所以你認為戴口罩跳舞 不切實際 不是啊 那一開始陳時中那個四個標準 我就跟他講說 那換句話說 按照陳時中的標準 不切實際 我們的這個八大行業開放還是遙遙無期 不會啦 我想這個是這樣 這個不對就是不對 這個很快就會改正 只是我們 你就宣布下個禮拜 舞女就戴口罩跳舞就好了 可以嗎 我不會做這麼白癡的命 另外 我們請問一下 你不會做這個白癡的宣布 那請問一下 我們文化局 是要順時中到六七月 再開放我們的藝文團體 還是下禮拜就宣布開放 今天是因為兩天運日 不是我台北市管的 我才沒辦法 不然台北市在幹 中央好決定的 像一文財產跟打光 不好決定的 像八大行業 還是交給地方 三大行業 會不會這樣子的 接下來請李明賢議員 市長你好 你剛剛在講口罩的問題 室內不確定的才需要戴嘛